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络版近日撰文,阐述了蚂蚁金服如何改变中国人使用金融服务的方式,并因此遭到贷银行,则阻挠和政府的警告,树大招风他去年处理的资金比万世道还多,他控制着全球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他还为数以千万的人发放贷款,他的在线支付平台,去年完成了超过8万亿美元的交易。 比德国GDP的两倍还多,这家机构就是蚂蚁金服,马云创办的蚂蚁金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它推动了各种创新,让人们可以使用手机来购买保险和杂货,还能让数以百万的人享受无限金社会带来的便利,巨大的成功也使之成为了重视之地。 现在的中国需要应对一家金融科技枝头产生的颠覆性影响,它所面临的压力甚至比美国还大,由于蚂蚁金服对银行存款形成红吸效益,迫使银行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息,也导致很多银行关闭了许多网点和ATM,这令银行颇为不满。 央视的一位评论员曾表示,蚂蚁金服体量庞大的货币市场基金与额宝,是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鬼。 DUF中国政府对蚂蚁金服的规模显然也越发不安,甚至已经开始对其采取限制措施。 中国央行今年早些时候对蚂蚁金服花费多年时间,建立起的全国性信用评维系统展开打压,甚至阻止机构通过蚂蚁金服的系统发放贷款。 监管者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要求大型货币市场基金大幅降低其持有的能够支付高息的资产数量,这也颇使蚂蚁金服降低了货币市场基金的资金流入速度。 DUF知情人士表示,政府还考虑是否要将蚂蚁金服认定为金融控股公司,要求其满足类似于银行的资本要求,这有可能对其利润构成影响。 该公司去年税前利润为20亿美元,营收约为100亿美元,投资者仍然痴心不改。 今年6月给予蚂蚁金服,1500亿美元的估值,超过其2016年估值的两倍,甚至超过了高盛。 DUF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朱林表示,多年以来,中国监管者都对其视而不见,允许其尽可能做大规模。 他最近与监管者就蚂蚁金服给金融系统,带来的风险展开了沟通,如此庞大的金融机构竟然脱离于全面的监管框架之外,这真是难以置信。 他说,中国央行副行长最近也曾警告称,一些颇举影响力的支付机构,不应该认为自己大而不能管。 但这位副行长并未明确提到任何一家公司,央行发言人也未发表进一步评论,蚂蚁金服高管否认该公司,像不受监管的银行一样运行。 他们表示,蚂蚁金服只是为那些被银行护士的人提供金融服务。 他们还指出,蚂蚁金服发放的多数贷款资金,都不是来自他们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相反,他们主要扮演了平台的角色,方便银行和其他机构扩大贷款,帮助其降低风险。 我不认为银行把我们看成颠覆者。 蚂蚁金服首席法务官陈伟明说,我们为其提供补充,帮助其接触更多客户。 他认为,中国监管者明白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也支持我们所做的努力。 蚂蚁金服,正在向海外扩大触角,向更多零售商接受支付宝。 但该公司很难复制在中国市场的成功。 今年早些时候,由于无法获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批准,蚂蚁金服放弃了对美国粗汇金的收购。 DUF在中国,蚂蚁金服及其竞争对手,面临了监管日益增加。 可能终结金融科技行业的黄金时代,这同时,也表明中国监管者的云来历发生变化,可能要出手保护老牌金融机构。 最近几个月,京东和支持的金融科技创业公司,都承论不再直接提供金融服务,转而为传统金融机构提供平台。 蚂蚁金服也在采取同样的措施。 该公司表示,他们不希望人马将其当成一家金融集团,而是希望成为科技提供商或生活服务平台。 其未来的利润主要源自为金融机构提供技术。 蚂蚁金服前高管,骆驼金服创始人黄逆汉表示,在国金的背景下,这种战略感情在中国很常见。 一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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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这样的消费者的亲身经历,足以显示出蚂蚁金服的强大实力。 这位30岁的上海营销经理,大约会将三分之一的工资,从招商银行的账户,转到蚂蚁金服的投资产品。 他每天都会使用好几次支付宝,来反程买咖啡这类简单的交易。 DUF知情人士表示,支付宝的用户数超过6.2亿,一旦人们将资金从传统银行转入虚拟钱包,多数都不会再转回来。 蚂蚁金服的杭州总部是一个玻璃幕墙覆盖的内型建筑。 他的设计师也曾经操到亚马逊的西亚图新大功了,里面有一尊红色的雕塑,描绘的是一个逻辑男人般要看向地面的场景。 DUF当员工进入大楼时,数码相机会扫描他们的面部。 会议室的预约规则显示,如果没有在预约时间过后一分钟内出现,任何人都可以抢在那里。 蚂蚁金服的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花名,这也是从阿里巴巴集团继承来的,很多名字都来自武侠小说,这是马云的最爱。 这也弱化了员工之间的等级观念,有的员工甚至都不知道同事的真名。 公司告诉他们,由于出生是无法给自己起名字,所以他们现在可以给自己起花名。 黄命汉回忆道,蚂蚁金服员工的平均年龄不超过27岁,有的员工曾经在万世达,PayPal和外国银行建职。 那里都是年轻的理想主义金融精英,其中很多人都有海外留学经历。 他说,发展历程蚂蚁金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4年,爱里巴巴当时开发了支付宝来简化网络购物过程。 当时该公司拥有逃跑网,可以将消费者与第三方卖家联系起来,但却需要借助一种安全可靠的方式来完成支付。 马云并没有因为中国尚未针对费银行支付公司制定监管框架而烦恼,如果有人需要因为这款产品坐牢,那就让我去。 他对同事说,足以说明着在当时还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但马云并未对此置评。 随着支付宝的壮大,该公司的高官意识到他们可以推动金融系统表格。 马云在2008年12月表示,中国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不足,大银行把很多精力放在国有企业身上,哭示了可以利用更多资本的中小企业。 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 马云在那一年的一场企业家会议上说,阿里巴巴旗下的一个部门后来开始向部分小企业发放贷款。 DUF2010年,在监管者要求支付机构申请新的运营牌照后,买员将支付宝剥离出阿里巴巴。 到2013年,支付宝的托管账户中的客户资金多达数十亿美元。 一位前员工回忆道,即便到那时,高管仍然担心一行会把支付宝是做竞争对手。 毕竟他吸收了大量资金,还计划提供更多金融服务。 员工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客户将他们支付宝账户的闲置资金存到一个在线货币市场基金里面赚取收益。 这个基金名为余额宝,起头点仅费一分钱,而且没有转入和转出费用。 2013年6月发布之后,短短几天就有超过100万人将资金转入余额宝,赚取比银行短期存款高出几个百分点的收益。 余额宝通过投资高收益产品来获取回报,但由于风险较高,所以银行无法投资这类产品。 中国工商银行立刻作出反应,大幅降低支付宝用户的单次转账限制,其他银行也纷纷收紧限制。 前招商银行行长,时任永龙银行联席董事长的马威巴表示,余额宝之所以对银行构成冲击,是因为他吸收了储蓄账户中的资金。 有些银行向于额宝扎型商业票据,获取高成本资金。 当时马云已接了阿里巴巴CEO,仍然担见董事长。 2014年,支付宝也更名为蚂蚁金服,该公司的高管计划向个人贷款,小企业贷款,信用评分和保险领域扩张。 他们希望充分利用中国不断提高的职能手机普及率,但这项计划很快碰到阻力。 去年夏天,该公司在武汉启动了无现金社会活动,为支付宝用户提供补线来鼓励他们用手机在店内购物。 据人民日报报道,就在正式启动前几天,蚂蚁金服重新调整了这项活动。 原因是当地央行官员,要求其去掉无现金这种说法,并要求店主不能拒绝现金。 另外一家国有新闻及各自报道称,央行随后否认下达过此项命令,但央行并未澄清自己的立场。 9月份,中国证券监管者表示,一些大型货币市场基金,具有系统系统重要性,虽然并未提到余额保, 但监管者宣发规定,要求货币市场基金减少,难以出售的资产持仓。 蚂蚁金服的资管部门宣布一些措施,来限制余额保的资金流入,并承诺削减长期持仓和高风险证券。 丢几个月后,中国央行对蚂蚁金服的芝麻信用开刀,与美国不同。 中国一直都缺乏全国性的信用评维系统,而这却被制作消费经济的核心因素。 2015年初,央行鼓励蚂蚁金服和其他几家私有企业,改发自己的信用评维系统。 蚂蚁金服很快推出了一套系统,利用包括支付宝使用历史在内的多个变量,来评估用户的信用状况。 2017年春天,中国央行官员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私有公司制作的信用评分远低于标准,而在今年,央行用一家新的国有公司摆行征信,来制作全国性的信用评分系统。 蚂蚁金服的陈美明表示,该公司目前仅在个别服务中,使用芝麻信用,例如,得分比较高的用户在使用共享单车时可以免交押金。 芝麻信用的目的从来都不是打造全国性的信用评分体系,也不是为金融机构提供收费服务。 该公司的发言人说,Duf央行最近要求支付宝等非银行支付运营商及其竞争对手,支付在2019年初之前,将资金存款在无锡银行账户内,以此避免滥用。 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利用托管资金产生利息收益。 知情人士表示,支付服务2016年为蚂蚁金服,贡献了65%的营收,但受上述稳定影响,这项业务到2021年的占比可能不到三分之一。 知情人士表示,蚂蚁金服还被要求逐步将交易数据的控制权转移给网联,后者可能与蚂蚁金服竞争。 并在费用上对其构成冲击。 部分蚂蚁金服投资人表示,他们并不担心此事,中国监管者的意图从来都不是遏制其增长。 华平投资董事总经理周朗说,他的公司最近,参与了蚂蚁金服140亿美元的融资。 周朗认为,蚂蚁金服与世界上的任何一家公司的不一样,它是一个全新的物种。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